这个黑人女孩在洗脸 发现自己居然长出来机关 在照镜子时又长出了鸡嘴 脚也变成了鸡爪 然后变成了这样 最后居然变成了一只鸡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黑人男孩叫杰克 在一场车祸中他失去了父母 他的外婆为了让他走出阴影 给他跳舞 做好吃的 还给他买了一只小白鼠 这只小白鼠叫戴希 杰克要给小白鼠做个窝 他外婆领着他来到杂货店 杰克遇见了一个苗条的女人 手臂上还缠着一条蛇 这个女人给杰克一块糖 杰克还没等拿 他突然就消失了 杰克回到家告诉了外婆 外婆问杰克一些特点 确定了那是一个女巫 并说到自己小时候的朋友 就是开始的黑人女孩 因为吃了女巫的一块糖 就产生了变异 经过外婆的占卜 他们决定搬家 来到了一家酒店 就在半里入住时 杰克遇见了一个小胖孩 艾斯 他们刚上楼 女巫们居然也来到了这家酒店 他们也要住在这里 第二天杰克无聊 带着戴希来到了会议室 刚开门遇见了艾斯 杰克跟他介绍了自己的小老鼠 带希 艾斯告诉杰克在12点25分时 有个女人会给他六块巧克力 就被他妈妈拉走了 杰克也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进来准备给带希做训练 女巫们进来 还将门插上了 杰克赶紧藏了起来 女巫们会发现他吗 女巫们插上门以后 就摘掉了手套 他们居然只有三个手指 扑掉鞋子 有的居然没有脚趾头 摘掉帽子 好家伙 全是光头 女巫王在头上扣出一只虫子 居然直接放进嘴里吃了 这大嘴居然能裂到耳朵根 他告诉女巫们 他发明了一种药水 只要一滴就可以把人变成老鼠 有个女巫指引他 被他直接变成了梅渣子 他接着说道他还有许多的钱 正说着呢拿出了药水 并告诉女巫们 他给一个小胖孩服下了药水 只要时间一到 小胖孩就会变成老鼠 他受到了所有女巫的崇拜 正高兴使他闻见了杰克的气味 一先脚台 时间一到小胖子一飞冲天 落下时只用衣服 一只小胖鼠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女巫王让人踩死他 戴希冲出来去救他 拽着艾斯的尾巴就钻进了通风口 女巫打开冲风口 拽出了杰克 往他的耳朵里倒入了药水 下一秒杰克也一飞冲天 落下时也变成了老鼠 他看见女巫王转身就跑 却被女巫王按住了尾巴 戴希再次冲出来 咬了女巫王的手指 救走了杰克 他们再次躲进了通风口 只见女巫王的手臂 居然可以无限延长 就在马上抓住他们时 通风口打开 他们掉了下去 女巫王的手被风闪搅得黑血直流 杰克他们找到外婆 告诉他发生的一切 他们决定去偷药水 配置解药 女巫王的房间就在他们下面 外婆用毛线送杰克下去 杰克成功偷到药水 就在外婆拽杰克回来时 被女巫发现了 女巫们为何会接二连三的变成老鼠呢 杰克偷到药水 返回时被女巫王发现了 女巫王认出外婆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是管家来问女巫们吃什么 杰克成功带回药水 外婆开始配置解药 但是看着颜色是失败了 于是他们带着剩下的药水来到厨房 将药水放进了女巫们的汤里 接着他们来到餐厅 看到女巫们的汤送了上来 女巫王发现了外婆 也认出了它 在女巫王跟外婆说话时 杰克们偷到了女巫王的钥匙 女巫们喝了汤 接二连三的 变成了一只只凶狠的老鼠 只见一个女巫前一秒还在擦老鼠 下一秒自己也变成老鼠 现场一片混乱 杰克们离开了餐厅 来到女巫王的房间 他们要拿走所有的药水 就在这时 女巫王居然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拆掉了床头 变成手臂向着外婆抓去 快要抓到外婆时 艾斯和戴希用老鼠夹子夹了女巫王的脚 女巫王痛地张大了嘴 杰克将一瓶药水灌进了女巫王的嘴里 女巫王一飞冲天地挂在了楼板上 下一秒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老鼠 疯狂地追着杰克他们 刚要抓到艾斯 被外婆用杯子扣在了里面 他们拿着钥匙 打开了箱子 发现了一本寄着全世界女巫的本子 他们要将女巫全部变成老鼠 便带走了所有的钱和药水 在走之前还放出了女巫王的那只猫 女巫王的下场可想而知 杰克们并没有因为变成老鼠而自靠自己 反而成为了明星 本片到此结束 请各位家长告诉孩子们 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一切东西 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一切并没有那么糟糕 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